好的,那今天的第一场比赛也是开始了,对阵双方是parting打大雨神,那出生在地图下方五点钟方向是红色的神竹选手大雨神 好,出在上方十一点钟方向的是蓝色的神竹parting,那大雨神也是很久没有出来打比赛了,我们,这应该是我,我像今年好像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这样,他出来打比赛 这场比赛被预言为,被预言为冠军阵着战,哎,这个什么意思啊,大雨神 应该,应该没什么,只是跟探路而已啊,应该只是探路而已吗,只是探路而已吗,大雨神,还没有放下冰营哦,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上来狗呢,好大 啊,但,哎呀,盖世天王,居然用出了我这叫盖世天王,你怎么招得住 哎呀,为什么我的战术老是别人偷学嘛,前期是封了两个气况 那这样的话,parting这边啊,就比较烦了,发现放了一个气况还好,没有是放两个气况 我以为两个气况都被大雨神给点下,一个气况还好心,一个气况的话那,就还有的,还有的就是,有的后续打 就科技不会慢太多,只是气况这边的话,稍微会慢一点,这个还可以 其中的parting来说啊,这个如果说被大雨神这样搞了一个气况的话,他可以选择单币营开二矿 但他肯定要知道对手在干嘛,只要看到这两个气,他其实就可以去单币营开二矿 好,农民进来,看到双兵营,双气,BY,全部看到了,那大雨神封了parting的气况之后啊,还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开局啊,双兵营开 他在这边三兵营,他也没有办法现在,面对双兵营开,如果说你,你如果说直接去开矿的话很可能啊,前期会被打的有点伤 毕竟两个双兵营不停的出追点,你如果开矿的话只有一个双兵,还是蛮难的 哦,这边parting感觉要三兵,要压一波,嘴巾已经点下了 哥总在加速,看大雨神现在应该是发现不了的,应该发现不了,大雨神现在,他还,难道还打算把那个,母舰肯定飞过去啊,看到了,这个看到很关键啊,这个看到就有警觉了 有警觉了,这肯定有警觉了,你本来就一个气是吧,你还在我门口点水晶,那什么意思,那肯定是要打一波的呀 parting的传统们已经好了,这个水晶肯定点不掉,肯定能抓出兵来 要被包抄吗?直接上去再点水晶,啊,很,parting好狠啊 好,怎么办,没有大炮台,现在还没有大炮台,看操作,这时候parting的,parting的这个兵力优势啊,很明显 直接点掉,点一个,大雨神只能脱农民,但脱农民也没用啊 兵营少一个,而且自己没有开门,这个是最伤的 好,又刷三个嘴链,这个三个嘴链就要命了,好,放大炮台 这个大炮台简直就是黑欲段序高,能稍微虚虚一会儿命 这个水晶其实parting点的还有点充长,他如果稍微点过来一下的话,那肯定,可能,这个,这个就打不掉了 好,各种勾引 先把,先把parting啊逼,逼下去,漂亮,大雨神这个操作非常nice 太点被割到,好,那这个波之后啊,其实,大雨神这边,其实是赚的现在,他这波两兵一党三兵啊,并且,没有伤到什么农民 好了,不要去搞了呀,两,有两个少兵啊,对,他要骗,骗立场 打来非常极限啊,这种时候,其实,我稳一点的,稳一点的神速选手,他不会选择这种去骗立场 万一你一个操作失误,可能你就断送大好局面了 帕尼这边是感觉是打不出去啊,所以说,打不进去,开了二矿,那开二矿也是对的 这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大雨神啊,其实非常明白,他在干嘛,你,你这门口,门口,是吧,在我门口的,那肯定想都不用想,你肯定是,在家里面,已经开矿了 好,防先知,帕尼这个,纪律性非常好 我感觉大雨神是要用一个反风路口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啊,跟我去跳,跳完之后,反风,反风路口 好,还要开二矿,哎,有点卡起来了,等一下,马上就好了,不要急的 少兵先过去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 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说,现在帕尼是一个比较有优势的 虽然科技上没什么优势,但是现在大雨神的科技啊,并不能够为他带来十字性的东西啊 他不能够说,我的科技能够把你农民扫得很惨,他并不能这样 哎呦,哎呦,刚好碰到一个不朽,怎么办,回去了呀 正面,兵力,兵力来说的话,帕尼也是有优势的 现在大雨神,已经出一个比较烈的一个情况了 零进也封不了家,因为毕竟自己开了二矿,所以说没有补兵一样 所以说你零进的话要封家,然后利用闪烁布林克去跳,这个难度非常大 这边会不会出个飞机场呢? 还出什么?野鱼剃吗?这个野鱼剃 这个OB被抓了,没有被抓,还好 哎呦,还是被抓了,哎呦,我奶了一口 这个有点,有点愚昧呀 他如果说大雨神啊,这样的一个野鱼剃啊,他就很有可能要打一波 他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的VT科技,可能大雨神想的是 哦,闪电 你这闪电你刷在哪里呢?刷在自己家里面的话,还是没有用啊 你这个野鱼剃的效果其实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对方看到你有闪电兵,那基本上就知道你有 哦,这边,这边不能上啊,大雨神 哇,还好,他有Blink 哎,跳呀 没有Blink吗? 我这台Blink刚才就升好了呀 那如果没有Blink的话,这波很难挡啊 哦,算 嗯,盛堂去骚扰,闪电去骚扰 陪你去看流星雨 但正面,开个大炮台 嗯,你说挡吗?还是能挡的 看大炮台 对的 就看这,这一波的陪你去看流星雨啦 流星雨来了 哎,什么什么? 哎呀,大雨神 把自...太高估自己了呀 他,他那个,丢下那一刻 就那一刹那大概0.5秒钟的样子 他的闪电并没有升级完毕 太二了,这个 这个丢的实在太二了 好,抓一波,抓一波 嘖,还能跳下去 还能跳下去 跳下去 好,已经在结了 大雨神呢 这个意识非常不错 这波是赚到 这波赚到 但那个流星雨太二了 真的太二了 就给自己感觉是非常良好的 然后跑过去之后 没想到遇到一个坑 好的 你这种的话没有意义的呀 多少农民 没有杀多少农民 五个农民 两把电 杀了五个农民 其实 我觉得不赚 不赚 最大的一个 有没有电 好的这把电 有没有还有一把 一共杀十个农民 送了两个闪电 一个能进 我觉得能接受 帕丁绝对能接受 但是刚才那个能进啊 这样飞来飞去 导致了帕丁啊 防守家里面 防得比较 比较 比较防在家里面 导致自己 正面这一波没操作好 兵力是损失了一些 帕丁是率先开出的三框 这场比赛 双方打的 双方的实力啊 都 都差不多 感觉非常相近 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到达了一个 无脑憋的一个状态了 反正大家都不会去 选择去进攻 也进攻不下来 这个时候就看谁一高人胆大 谁谁敢 无脑的去把农民给先补了 哦 有跳应该有跳 好的 那还是 亏 还是亏 好 帕丁这边想利用这个阵型去展开 后面还有个陈咬金啊 啊呀 被这个差势直接插爆了一个 这波 这波 这波其实坏下来之后啊 其实本来应该是帕丁赚的 帕丁毕竟他的 帕丁比较多 但是打下来之后感觉帕丁也没转 大雨神可是多一个科技的呀帕丁 他有闪电这个科技的呀 这个科技非常重要 而且帕丁这边是两个VI在出巨像啊 先去占些便宜 但是这个不是羊入虎口吗 这个是什么情况吗 打多线呢 帕丁发的非常好 这个绝对是羊入虎口呀 回城被迫回城 追猎全倒 好 这个我有点看不懂了 为什么大雨神会这么选择 追猎这波速调还是有点亏的 好 要一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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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关键就看 帕丁的这个差 上的位置 如果能成一个扇形包抄上去的话 那这波就能打下来 分点差距打三块呀 帕丁啊 这个还想想什么 分个四五个差距打三块 逼着对方下来 然后自己形成一个扇形包抄自然 好 放了一个减速立场 他是打算把这个肌力咬包都直接回城 好的 回城 漂亮 哦 这个流星雨 看的还可以 八个能力 看了八个能力 那现在这个局势啊 其实大雨神就比较 比较亏了 又卡起来 稍微等一下 马上就好 非常亏 现在非常亏 大雨神比帕丁多的一个科技啊 唯一多的一个科技就是散电 现在他有散电这样的一个技能 但是 帕丁是没有的 帕丁是 把 把 盛堂都合了白球 我觉得 正面 大雨神正面应该刷两把闪电啊 待会 待会在决战的时候 其实这两把闪电 威力还挺大的 我的感觉是 帕丁估计要打一波了 他已经坐不住了 他更能在合白球 好看到了 你的所有的部队啊都看到了 七个巨像 那有白球啊 这白球 白球 这白球 白球数量 帕丁稍微多一些 咱总体的一个战斗人口肯定是 帕丁要多 这个时候 会不会形成个包抄姿势啊 冲上去了 大雨神没反应 哎呀大雨神现在反应过来了 但是有点难打 直接枪秒巨像 已经溃不成军了大雨神 后面有五个白球在各种追击 大雨神操作还非常不错 利用巨像的一个射程各种在占便宜 但是被逼入死角了 还有武装士 还有四大天王 啊 这个连速立场 是全家 好了好了 这波打完之后 就彻底 这边彻底打不过了 这盘真的是 他挺这个 基本功啊 真的是好 虽然大雨神也不差 但是在进攻手段来看的话 我觉得 帕丁的这个进攻手段 比大雨神要好多了 大雨神还在想用前后包抄 但是你这种 少林寺 虽然有铁头弓 铁头弓铁过去有毛用 那么多的白 还有白球那么多的叉 还有那么多具象 你这种有什么用吗 大雨神还是不想放弃啊 但这场是真的没得打 哈 八个插换家 我也真的是醉了 这派如果你 你大雨神能翻回来 不然我 我以后也不打心机 也不解锁心机 因为我看不懂这个女游戏 因为我看不懂这个女游戏 还要坚持还要坚持 不可能的呀 这种怎么怎么弄嘛 哎呀 手下来了 不可能的呀 后面还有三个球呀 这怎么可能手得下来 虽然大雨神的这个 拉扯的还是有点好 我认识 帮你打得非常不错啊 1比0 打得非常不错 马里我虚毛啊 这种局势我都看不懂 这种局势黄虚东都看得懂 我怎么可能看不懂 我画个代理啊 我画个代理啊 我画个代理 有点卡 也还好 其实还好 中间会卡一段 那 大家忍一下吧 忍一下吧 中间会卡一下 那brend 现场人真的有点多啊 真的很多 我去拿瓶水啊 大家等我一下 我去拿瓶水啊 大家等我一下 终于Rubo 你能不能确认 这种正常工作 也很完整 本来跟Colossus 主要回到游戏 2 very shortly thank you very much france for turning out here today in tour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you and i hope you'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next couple of hours we had a lot of awesome starcraft coming within the next couple of hours and they are fighting eight players for that trophy on stage it doesn't say dramhack this time it's dreamhack tour and we're very excited to see who's going to be the champion at the end of today for the first tournament in 2015 todd we talked about the differences with the reaction time there that kind of gave parting you know the the edge going into the mid part man you們才播舞的比賽你們不要這樣呀打完一排在各種分析打完全部打完了再去分析啊 hey from rain i mean better play from parting what separates them yeah the reaction time not only uh dia sim later but then you know the pros being pulled away from the high temp loss 啊你們不要亂吹我巔峰時刻最巔峰的時候不能說我能幹死大雨神 只能說他比我稍微強那麼一點 這種幹死大雨神這種話就不要說了好不好我承認他的確比我強對不對 on your own playground where you're supposed to be comfortable yourself in the mid to late game when there is a lot of big armies and i'm very impressed by parting i didn't think you know he was gonna be able to do that well at a later stage in the game i can somebody 強一點很正常的呀強一點 那節奏都比黃玉東強一點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雙方第二場比賽啊地圖來到了失敗的遠征 所以在地圖上方一點中方向的是parting parting現在人機非常高在歐洲 好的最終在地圖下方的是紅色的神怒選手大雨神 Rain 其實剛才那盤我覺得說 就大雨神其實他走的這個路線 他走路線就是一個以閃電騷擾對吧 陪你去看流星雨然後自己家裡防守在這個路線 但是他忽略了一個問題就是他每次去閃電騷擾的時候 都是沒有在正面給壓力 沒有給壓力就表示parting有更多的時間去反應 這就是大雨神上一盤最大的一個問題啊 其實就算正面你給的壓力也不一定說能夠一定能稍耀到 parting什麼就把parting的農民都閃光 這個也有點困難 畢竟parting這樣的神怒選手是世界頂級的神怒選手 那並不是什麼黃旭東這種 你打黃旭東就正面稍微冰一動 好然後後面一投他農民就沒了 這個差距還是挺大的 這我不是黑塔這個是實話 大雨神也是頂級城主啊 怎麼不是嗎 只是他上一盤的這個細節沒有做好 就沒有給parting更大的一個壓力啊 你不管再搶的選手到達他有一個壓力點的 他當他的壓力點到達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節奏就會亂了 而且韓國選手跟中國選手包括歐美選手 最大的區別就是他們的這個抗壓能力 比歐美選手比中國選手都要強 這就是他們最大的可以說是最大的一個一個特點 因為他們經過了更高強度的一個練習 所以他們的抗壓能力會更強 就很簡單上次麥克勒賽的比賽嘛 就打到打Snooter 就打到中後期 其實麥克勒賽的其實在國內的比賽中 包括他練習中基本上都打不到那個局面 他已經進入一個未知的領域了 所以說他這個時候他其實到達那個領域之後 他其實他是一個很很幼稚的一個人很很渺小 因為他不知道下一步該幹嘛 只能跟著對手幹 對手在幹嘛 然後他跟著去跟著去做出判斷應對 好我們來回到比賽中 雙方都是一個VS開局啊 都是個VS開局 對 Panning那邊 VS開局 Panning那邊這個VS開局 就表示他是想 出一個 出一個先制去搞你一下 然後直接還是要選擇 正常打的 那大野神那邊 看大野神會怎麼打 三兵營啊 這個有點狠 大野神有點狠 Panning居然是出的是鳳凰 你怎麼招得住嗎 大野神是打算 難道打算是 這個先制飛一飛 然後去給壓力了 看到這個二礦肯定要給壓力 你這個時候開二礦真的太過分了 能不能看到這個鳳凰 能不能看到 哎 沒看到 哎 看到VR他就覺得自己穩了 天哪 這個要被騙慘了 這個有點有點啊 這個絕對有點啊 現在好 Panning看到了你的先知 你過來 你慢慢過來 哥在這邊 守住帶兔 哎 帶兔 好兔子來了 你跑得了 這個死得太慘了 正面 我們看正面 正面這個壓制是 也是個殺招啊 本來是大野神打算打多線的 現在Panning只能等 只能等自己的大寶台和不朽 大寶台放不放啊 直接退了 還是覺得有點難守 而且自己的 開了大寶台 自己的 瘋狂可以騷擾啊 現在就像你過來不怕 我有 我有OB 我有立場 我可以提前 做一個預判 然後直接把你封在下面 不讓你上了 這個先知殺了兩個農民 但沒用啊 已經知道你是先知了 那基本上是沒有用的 好 又被抓住了 要死 要死 這肯定死 差一下 他肯定會打死你的呀 後面 三個一起過來 我就不信 我不信了 今天 肯定會打死你的 四個鳳凰了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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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們 這種不是我 乃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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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 趴定反應非常快啊 非常快 其實對於 趴進來說啊 他只要有個少兵 其實他就不慌 大雨神也不會 不說 他也不敢就過來 這幾個過來有點有點危險哦 三個 三個 還有個大王台 還好 還好 他得撬開岩石之後 難道他打算要打一波 我覺得這個時候還是開關比較好吧 打一波的話 不朽 只有一個 不一定能打得進去啊 而且門口水晶水晶也沒點 對還是開礦 可以給壓力 就現在你可以給壓力 畢竟你有六個鳳凰 所以說 哦看有了意外驚喜 但是鳳凰數量還不夠多 這波看了這波鳳凰之後啊 那 只能退了 又被打了個鳳凰 大雨神的鳳凰數量並不比你少啊 啊 啊啊啊啊 看這趴進去 他拿了一波的 噢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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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雨神只要在家裡猥瑣一下 大把他一開 你正面真的打不過啊 好 把你封死 你怎麼辦 你又不能抬 你一抬我的鳳凰就可以白打你 好 這個這個死有點慘 真的如果拼的话其实也差不多 凤凰刷也差不多 各种操作操作非常不错 现在是四打三 五打三 但正面这波兵啊 是打不过的 现在帕迪是全面落后啊 现在再去烧有大波台吗 应该有吧 对还有个大波台 这个可以全部抓死 还有一架 但你天空解决你地面怎么办 你地面 还是只能靠哨兵来守 但守的话 打双线 好先穿三个叉 然后正面阻力再上来吗 他本来想是先穿三个叉 正面是他判断你是开二矿了 想去上二矿了 没想到你二矿都没开 好了好了好了 这样的话就稳了 大雨神现在心里面非常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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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继续加上了 Phoenix's 他现在还没有领域的 Phoenix's 我没奶啊 我 局势是这样的呀 你们不要说我奶好不好 凤花能当回来台 要回来台吗 没有能量呀 哦 台了四个 他包抄到位 H住 好的 继续台 继续台 我感觉还是打不过 他 他的这个 虽然硬啊 但是 他 手太短了 对手 对方有操作空间的 这个时候是没有大包台的 这可能是Phoenix's 最后一波的机会了 这可能是Phoenix's 最后一波机会了 我感觉 好笑 我有点不信啊 问题是啊 这种这种局面能打下来 我有点不信啊 水晶那么远 这时候应该还差一点还有大包台 现在还没有大包台 切进来 看看有没有能不能骚扰到什么东西 大雨神不管了 大雨神不管了 农民数量好像 哦 要打 这这波 伤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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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 只能顶着下面 五六个锥利亚 去拼 这边真的打不过 要被 要反台吗 要台吗 反台 没能量 这边还是打不过 还是打不过 哦呦 台的也是差不多啊 凤凰台的真的是 但不管怎么说 大雨神农民还是多 趴近六个 而且这就二矿 越打下去越亏 这个台已经没有意义了呀 大雨神农民 就不管了 让你杀好了 我现在农民 我反正有二矿的 你现在这样台 待会儿 正面这个压力 你怎么办 正面的压力 正面的压力怎么办 有大炮台还有大炮台 双方打得很热 很铁血啊 因为他的力量 因为他的力量 很大 资压力被玩爆了 资压力被玩爆了 帕丁资压力被玩爆了 猜一下 如果这个母舰和你被打了 那 帕丁基本上就输了 现在帕丁唯一打下去的里面 就是他还有这波凤凰 可以拼一枪 大雨神对大雨神来说 现在他也不可能 就再去除了这波凤凰去 跟帕丁去对抢制空了 没那么多的一个 一个钱了 凤凰现在应该 我觉得凤凰应该先回救 回救把正面这波追猎给吃了 好来了来了 包抄 看一下凤凰 抬两个 继续抬三个 四个 好了好了 正面打过了 继续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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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的凤凰实在太牛逼了 这个时候 I can't believe this keeps on happening The thing is rain keeps on throwing over units like this But at the same time he's still on two bases At some point Bottings going to be out of minerals And he never started the nexus just yet He needs to start one more base He's going to run out of minerals He's going to fight again He's going to fight again He's going to fight again 现在大人 Martin's冗民死不起 He thinks he can fight again 你要的这种局面 你怎么着這种局面 好像有点不好说 但是Padding这边还有 还能刷点刷点叉 好 这波就最后一波了 他要等一个大炮台 等一个大炮台 你过来强打 强打我的时候 那我 那我再踩你 现在Padding要忍 要忍 现在要忍 忍个大炮台 大炮台有了没有 好开起来 一个都不要跑 全部抬光 好的 但抬太多了 我觉得抬太多了 你抬了那么多之后 你会发现 你没有DPS 但还是打过了 招得住 真的是招得住 GG 哎 这盘打得真是太漂亮了 我只能说 Padding你真是牛逼 这种局势之专 都被他打回来 一框打两框 打了十分钟 我怎么招得住 这种 这排真的是太精彩了 这真的太精彩了 这真的太精彩了 他在同族对抗 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 就越招到后期 他的消耗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排真的是太精彩了 这排真的是太精彩了 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盘都能输 的确 当然人自己也没想到 这种局势就能输 这种局势就能输 对抗林 对抗林 你都没有输 对抗林 这种局势就为了 这种局势的最好 当时他 这种局势就在上一盘中 表现出来就是他的一个 捕捉战局和一个进攻 进攻的一个机会把握 真的是非常非常犀利 各种的时间点 他都在想怎么样去翻盘 怎么样去给对方最大的一个打击 不过大野神自己也不坚决 他如果那个时候 他不出来 反正你帕听是没有开矿的 那我就追猎在家里面防守 再补个飞机场 我两个飞机场出凤凰 把自空给抢下来 可能帕听就非常难打 那这样的话 帕听只能选择 要么去打一波 要么去开矿 其实我们看到 帕听打一波都是亏的 好双方 第三场比赛已经开始 地图来到了练义之池 那出生在地图下方 七眼中方向的是 蓝色的神户选手 帕听 这种这些欧洲的观众各种在叫 这些欧洲的神户选手 大雨神 Ring 这个地图啊 有点奇葩 真的有点奇葩 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对点啊 呃 我觉得这个图 双方憋到后期的可能性 非常大的 太远了 直到太远了 我认为大雨神 好歹赢一排吧 这个是单逃的比赛啊 不是双败了呀 你已经在单逃比赛了呀 你已经在单逃比赛了呀 我认为大雨神 好歹赢一排吧 这个是单逃比赛啊 不是双败了呀 大雨神这边好像是 先探队 先探近点 而先在那个下面 双方农民第一时间会交汇 那基本上 在探路这一块的话 双方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优劣式的 对吧 看这一盘趴定会不会想打出一些奇思妙想的战术啊 是Open Blink and Scout for an expansion because I feel like the only thing that really 鼻歪双气 非常正 非常正常的一个开局啊 开局还是走一个流程 双方都没有选择双兵 那这样的话就表示 这张地图双兵并不好用 双兵是个PVP最稳的一个打法 在这样的一个大地图上 其实你把双兵拿出来真的 太中庸了 开到飞机场了 大雨神出了个哨兵啊 PVP会不会退掉 退掉的话 直接打士兵一波 哈哈 打了大雨神完全摸不到头脑 对 我认为很多时候 你开启兰兵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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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是寄出了凤凰啊 他又是寄出了凤凰啊 APM我这边是看不了的 因为我这边不是 在他们主机里面 从那里 拿着他自己的伸展 拥有些事情 以为PVP会做到最后 可以拥有很远 凤凰先去看一眼对方是什么样的开局啊 带神打来挺针对的 引刀塔 但你这个引刀塔不是 让对方看吗 你去演个引刀塔是吧 那我觉得还是回事 好 看到了 引刀塔 有没有可能退掉啊 直接升布林克 他的引刀只是为了 只是为了让你出OB吗 退了退了退了好的 这个非常聪明啊 为了让你出个VR科技 然后出个OB 然后我出引刀 其实我并不是这样 我是开矿的 但帕丁也不傻 他会第二次增长的 他看你引刀有没有好 他看你引刀有没有好 对的 这就是一个选手的纪律性 好 看一下 没有 好的 那我懂了 你骗我 看得非常清楚啊 这真的是一个选手的纪律性啊 帕丁也不够 你还没有拿到Rain 你还没有拿到Rain 他还没有拿到Rain 他也没有拿到Rain 他也不想要用这个 他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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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没有5分 拼了 好 帕丁的 凤凰在家里各种搞 好 直接是把母监恒情打了 正面怎么办 正面 对的 先封一下 二矿被你打就打了 无所谓的 但还是要守啊 还有个大包台的 肯定要守 肯定能守得下来 问题是 你有blink又如何 好了 这样一个交换下来 那 大雨神就 很亏了 还要打正面 帕丁操得非常不错啊 非常不错 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我感觉 大雨神打得有点自暴自弃啊 他现在也不能跳高级 他没有 他没有母监核心 不能跳高级 直接跳上来 直接抢秒 但损失还是非常巨大 又来一个不朽 啊 结束了 这个 这就真的没办法了 他没有参加 他没有参加 最后一架 有可能 他没有参加 他正在 他没有参加 还有十个追猎 还有十个追猎 这不过还是一个机会 超强硬跳到 秒不朽 但损失非常大 又来一个不朽 天哪 这个不朽简直就是恶梦 GG 3比0 哦 怕你这个PV打的真的太好了